漂亮女孩看着眼前红色的小瓶子 她知道这是名为七步断肠红的毒药 但却毫不犹豫一口喝了下去 她喝了或许还有活路 不喝那就肯定是死路一顶 就在不久前 被囚禁的米娜逃了出去 但结果还是被大山抓住了 大山将米娜带回了海边豪宅 她大哥丧彪昨夜被人谋杀 她想知道到底是谁做的 米娜说自己不知道此事 而丧彪的妻子翠花一口咬死跟她无关 就是家里一名小弟杀了丧彪 但大山也没那么好忽悠 她知道丧彪一直家暴翠花 有绝对的理由怀疑她就是凶手 但翠花的亲爹是另一只黑帮的手 没有确凿的证据 大山也不敢对翠花如鸣 就在这时 大山接到一个电话 另一头正是翠花的亲爹 老头要求大山马上放了她女孩 否则就别怪她不认这门情节 大山也最好 另一边 米娜在卫生间卷起裙子 她在逃跑时被大山扑了 大腿被划出一道深深的伤 这一幕刚好被大山看见 紧接着 大山撩开米娜的紫色 看着她大腿上伤 心中不由心疼起来 她告诉你 而就在此时 大山的未婚妻却刚好赶来 看见两人暧昧的一幕 心中顿时愤怒不已 她从药包里拿出一式毒药的了解 并悄悄告诉大山 眼前的女人可能要毒害她们一起 得到大山的允许 未婚妻拿着药剂质问 这红色的药剂到底是什么 米娜却说这只是 一般的消炎 下一位 她就毫不犹豫地拧开一瓶 闭口喝了下去 米娜以身试药的却 暂时让大山稍放松了 她接到一个重要的电话 但未婚妻却不依不容 她警告米娜 千万别有什么歪心思 否则我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等两人离开后 米娜连跑六步走到一旁的垃圾桶 拼命抠喉咙将刚喝下的药剂吐出来 这是致命的七步断肠红 再晚一分钟 她估计就会当场吐血了 虽然吐出了大部分 但米娜并不敢放松 急忙给自己打上一针镇静剂 压制体内残留的毒素 但这并不是解药 她还没彻底脱离危险 很快大山两人就返回了客厅 当看到米娜眼神迷离时 大山也怀疑她喝下的是毒药 未婚妻想要逼问米娜 但大山却说出了一个坏消息 她大哥丧彪昨夜送往医院抢救 结果还是没能活下来 整个黑帮都动荡了起来 她需要立即返回家中 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杀死丧彪的凶手 而作为嫌疑人的米娜 也将被大山带回黑帮往后